哈喽观众朋友们啊 这一节呢我们继续针对Linux的这个磁盘管理做一个学习啊 这一节呢我们讲一个叫做swap分区的一个概念 这个swap分区啊我们呢之前用windows也是接触过的啊 那我们要先说一下这个swap是个啥啊 这个swap它叫做一个交换分区啊 既然是一个分区的概念啊 那它就是什么呢是Linux磁盘管理的一个特殊分区啊 是Linux系统磁盘管理的一块特殊的分区啊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当实际的物理内存不足的时候 这个操作系统啊会从这个整个内存中取出一部分 暂时没在使用的内存 拿出来放到一个叫做交换分区的地方啊 拿出来放到交换分区 然后呢从而提供给啊 当前正在使用的程序 可以使用更多的内存 这句话呀咱们描述一下它是什么意思呢 我这么说咱们就理解了啊 那各位啊肯定有人在这个使用windows的时候呢 遇见过这么两个现象 一个是当你打开一个应用程序啊 它提示你当前电脑虚拟内存不足 哎当你改大了这个虚拟内存的参数啊 这个应用程序呢就能够正常加载了 第二个现象呢是可能很多人都遇见过 当你啊在用windows系统打开了多个应用程序 你呢挂着QQ啊打着游戏 然后呢这个听着歌 有可能呢还打开一个word准备学习啊 那这个时候啊好比当你去打游戏打了很久 你的word或者QQ挂在后台啊挂在了好久 当你突然切换到QQ开始聊天 切换到word开始写文档 这个时候呢你的硬盘会哗哗的直响 硬盘开始疯狂运转 这是为什么呢 这就是因为啊 在你这些QQ或者word不再使用的时候 在后台挂起的时候啊 这个操作系统呢 它从内存当中啊取出这个QQ和word 没有正在使用的部分内存 拿出来放到这个swap交换分区中 交给当前好比我正在打游戏 就把这部分内存啊交给游戏进程去使用啊 这是swap分区的一个使用场景啊 这个使用使用swap分区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使用这个swap swap分区作用是啊 它是能够通过啊 通过操作系统的调取 程序呢可以用到的实际内存 远 会远大于物理内存啊 因为什么呢 这个磁盘的价格呀 要比内存便宜的多 因此你使用swap交换分区是很实惠的啊 来我们可以在这看一下free-m 你看我这台机器啊 它一共是3800多兆 然后呢我用了200多兆 剩下来1000多兆 哎还有部分的1000多兆内存啊 它呆在了一个叫做buffer cage的一个当中 待会咱们再来说这个啊 那底下呢有这么一个swap 处理内存的一个大小2000多兆啊 就是两个G 叫做一个swap交换分区 它是两个G的啊 来我们再看啊 说是这个swap分区啊 为什么我在这儿是给它分了两个G呢 它是有一个规则的啊 swap分区大小啊 必须根据物理内存和硬盘容量来计算 怎么计算呢 这个当你的物理内存啊 内存小于一G 那你得怎么着呢 必须使用swap提升内存使用量 那你想啊 你的内存才一个G 那你现在打开一个电影呢 它可能都得好几个G 是吧 那你如果保存一个word文档 这个word文档特别之大 你物理内存一个G 你能跑几个应用 QQ word 浏览器 你打开一个浏览器 你的电脑就得卡死了 因此呢 必须使用swap来提升内存使用量啊 就是当你的部分内存不在 没有在使用的时候呢 我把这部分内存啊 放到交换空间中 让另一个程序去交换空间当中 把虚拥内存读出来 把虚拟内存读出来去使用啊 第二个说 内存使用过多的应用程序啊 得怎么着呢 好比你视频的制作了 用这个什么什么 啊 ps等等图像处理的软件了 它占内存特别之大啊 因此呢 叫做使用内存过多的用程序啊 比如图像视频等 必须用swap分区 防止什么呢 物理内存不足啊 造成软件崩溃 那你想啊 好比你现在的物理内存 我空闲的还剩1700多兆 那我打开一个ps软件 假设这是咱们的linux上也有ps 我一打开 它需要两个G 那我这内存不足啊 这程序是不是立马就崩了呀 还有一个场景啊 就是当你的啊 电脑休眠啊 休眠 什么叫休眠啊 就是你把你的电脑 电脑这个上盖啊 给它合起来 电脑是不是就进入休眠状态了呀 那这个时候呢 内存啊会把 这个啊 操作系统啊 会把内存中的数据啊 内存中的数据 会放入swap交换分区中啊 因此呢 当你电脑恢复后 再从swap中 读取数据 这个 恢复 软件 正常 工作 这是这个swap分区 它的一些应用场景啊 好 既然啊 知道了swap分区啊 它是怎么用的 以及呢 它的作用是啥 那我们呢 在这就即将开始这个创建 这个创建 这个创建 stop swap分区啊 那这个我们刚才提到了 swap分区啊 它是有容量大小的 对于我们Centos 7系统而言啊 它的要求呢 啊 契算swap分区如下 如果你的电脑呀 内存小于2G 你呢 swap分配和内存同样大小的 大小的空间啊 那如果你的内存大于2G 分配什么呢 swap不会给它太大 swap也就分配2G的空间 这是它的一个分配规则哈 那我们在这儿啊 进行一个创建 stop分区的做一个学习啊 那我们要知道它的流程是什么呢 先给磁盘分一个区啊 然后呢 针对磁盘分区进行格式化啊 格式化完了之后呢 再来使用swap分区 我在这儿啊 fordisk-l grap一下sd相关的 那我这里呢 有一个sdc 还没有对它进行分区 那我们呢 可以用fordisk 加上这个磁盘的名字回车 输入一个p 查看一下它当前有几个分区 哎现在是没有分区的 那咱们呢 给它写上一个n啊 输入一个n命令回车 然后呢 给它创建一个主分区 创一个主分区呢 分区后 默认就让它唯一就得了 直接回车 然后呢 这有个扇区大小的起始点 那默认就直接回车 它会从2048扇区开始 在这里呢 写上结尾的扇区 也就是指定这个分区啊 它的空间有多大 咱们在这呢 给它分一个500兆吧 加500兆 走你 哎 到这儿啊 说分区1 已经设置为普通的linux 分区内型 大小呢 是500兆的 这个时候呢 我们 必须得干嘛呀 给此番分区 分区完了之后呢 格式化 分区这里啊 得指定swap 分区类型 怎么改呢 输入一个t 那我默认呢 是选择了分区1 他让我在这输入啊 一个16进制的一个代码 我输入什么代码呢 输入82代码 他这个时候会发现 已把普通的linux类型 改为了linux swap 类型的这么一个分区 好 写完了之后呀 咱们再来p打印一下 发现这个sdc1分区呢 已经变成了swap分区类型的了 然后呢 咱们给它走一个w 写入此盘 好 这时候呢 你可以用lsblk-f 回车看一下 你看啊 这个sdc磁盘啊 第一个分区sdc1 它的类型是什么呀 是不是就是swap分区类型啊 好 那我们呢 再来看一下 怎么去使用它呢 这是第一步啊 给词盘分一个区 指定swap类型 是for disk 然后呢 指定一个词盘 第二条命令啊 针对磁盘分区 也就是这个sdc1 对它进行格式化 在这里格式化呢 我们不再是用mkfs了啊 而是一个mkswap 这条命令 针对第一位sdc1 回车 它说 什么呀 正在设置交换空间 就是swap交换空间的版本 大小呢 是 这么大啊 那我们呀 到这呢 到这呢 就算是把这个swap交换空间给它 分好了 就能用了啊 好 我们呢 是这个 把swap 先是针对一个 那 for disk-l grap sd 回车 我们呢 是先创建了一个分区 sdc1 并且呢 对它进行分区 然后呢 格式化为了swap 交换空间类型的 下一步呢 我们是针对磁盘格式化 这条命令啊 咱给它背录一下 mksw 是 是什么呀 mkswap 然后呢 dvsdc1 用这条命令啊 叫做创建一个swap类型的交换分区 mkswap mkswap 好 第三步要说 再来使用swap分区 我们在这里呢 可以通过free-m命令看一下 我当前这台机器的swap空间多大呀 是两个g的 那我们刚才呢 讲了一个sdc1 它也是swap类型的 咱们去使用它呢 通过swap on 叫做swap on 开启交换空间 针对sdc1啊 回车 没有任何提示 咱们再来free-m看一下 你看这整个空间啊 是不是就已经扩大了呀 扩大了500兆呀 那如果你不想用这个分区了呢 你就swap off 给它关掉 第一位sdc1 关了之后呢 free-m再看一下 它的空间是不是又缩小了呢 好 这是它 咱们备注一下 swap on swap on 开启 交换空间 然后呢 swap off 叫做关闭交换空间 好 这是我们的这个swap交换分区啊 有个人那么多就要做了 卖换 卖换